歡迎收看 標股金Carry 晶圓代工漲不停 台積電和韓國大廠的三星 都要調漲價格 聯動關係最大的就是IP矽智材 今天陳俊妍分析師要來告訴你 矽智材的發展怎麼看 讓大家獲利喜滋滋 請一定要收看我們今天的單元 同時螢幕上面有老師的Light跟Telegram 歡迎大家都可以加入跟老師互動還有交流 老師有很多很多標格訊息都會在裡頭 那我們現在來歡迎陳俊妍分析師 Jerry哥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台積電呢前陣子才說2023年要漲價6% 而且還有韓國的大廠三星也說要漲價 哇晶圓代工都漲耶 老師今天要帶來的主題呢 也就是說晶圓代工的掌聲響起 IP矽智材後世大解密 老師這要怎麼來看呢 好的我相信就是說 那個台積電說要漲價的 然後是一一的通知他的客戶 明年2023年開始要漲 那現在變成說晶圓代工來講 連韓國三星他也來分離杯羹了 那我相信就是說 大家會討論這個話題啦 那台積電漲價的 那韓國的三星來做來搶生意 我們來跟你競價這樣子 那很多人會擔心說說台積電漲價 那韓國三星如果說銷價競爭呢 或者說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個三星這一邊也來搶 到底行情這一邊怎麼來看 因為我們都會知道 金圓代工漲價最受惠的一定是 矽智財IP的部分 那眼前這一邊矽智財說 他已經是整個最受惠的族群 股價也從整個4月底領先大盤 破底翻上來 那領先的這個族群來講的話 既然已經漲一段了 那現在三星又跳出來說 我也要漲價 而我這邊來講的話 也有機會跟台積電來做競爭 如何來看 其實我們有聊到 大家你在看到就是說 我最近來講這個漲價的話題出現 之前其實聯電晶元二哥 他其實就已經先有那個 買盤的力道 尤其是針對投信的部分 就已經開始先搶進了 那再來包含了就是說 股價跌了一大段的 立基電來講的話 最近也被外資來講增加他持股部位 所以大家你都可以看得到 金圓代工相關的股票破底翻 那我必須要來談就是說 提醒大家說你再去思考 金圓代工的台韓之間的競爭來講 你只要簡單去思考一件事情 其實喔 金圓代工在過往來講 台積電跟三星之間的戰爭 本來就是常態性的 你去思考這個問題 只要去想說 最重要的關鍵是在於良率 哪一間公司 他的金圓代工產能出來 製程出來 他的良率高 他自然而然可以守住 他在市場上面的試占率 你試占率再高 良率 不好意思 那個輸給人家 你的訂單還是會流失 所以你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來講 你從良率下面去做解析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去破解 就是說韓國三星他到底 對於台積電有沒有威脅性 那過往來講的話其實喔 相同的產能相同的製程出來 但是良率呢 台積電一直一直的都高於三星 所以三星即便是一樣產能可以做出相同的產品 但是什麼良率始終是沒有辦法超越台積電 所以畢竟說他即便是一開始可以 好像是雷聲大的說 我可以跟台積電來做競爭 我可以也分到一杯跟 可是呢到最後面來講的話 交出來產品良率不好意思不足 良率不好意思沒有達到標準 那一些訂單來講 其實最後面會做流失啦 那只要你從這角度下去看來講 台積電它最良率上面的一個優勢 其實可以保住就是整體在台韓之間的競爭 那台積電如何保持一個優勢來講的話 其實相關的一個供應鏈 相關的族群來講是勢必的 在後面的股價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是老師那這樣子要怎麼來看呢 是要從您剛剛有講到的融券來開始看嗎 是的那剛我們聊到就是這一段的行情 其實領先大盤破底翻的 是從整個IC設計的股票 當然大家你都可以記得有一檔股票 叫做3443的創意 創意來講的話在最近 4月底翻上來 其實簡單來看 至少要領先大盤15天 往上去做反攻 那我們這一個節目內容來講 不只是就是說從那個 細緻財從那個台韓之間的競爭 來去看整個台北股市 後續產業的架構之外 我們也特別聊到最近放空的人 越來越多了 你如果知道就說從4月11號 乃至於到4月25號大盤敵破3月低點 放空的人放空的比率 我們可以從融券的增幅 可以明顯的看得到 那個速度真的是蠻快的 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激增99% 它不是9%不是19%它是99% 接近100%了 也其實這邊我們從細緻財族群的股票 我們從它的融券贓 你看就可以先看到 為什麼這些股票 可以領先大盤破底翻 因為放空的人越多 它後面來講的話 可以往上走的力道就越強勁 那我們就先從細緻財族群的股票 一檔一檔來幫大家來做解析 首先第一檔就是剛剛老師提到的創意 好那創意來講的話 當然是領先大盤破底翻上來 至少是15天 大家可以發現就是說 從創意的身上 你可以發現就是 第一個大家都會習慣去使用日KD的指標 KD指標大家都會啦 那個大概就是 所有人在初學的階段來講 都會接觸到技術指標 可是很少人會去從KD身上去看一下 這一檔股票它能不能後續來講 有續漲的一個力道 可以我們把日KD的部分 50這個數字把它當作是零軸 零軸拉過去一條橫線 只要你看一檔股票 其實能夠維持強勢整理格局 或者是那個漲整理完 還會有第二波第三波 其實會有一個特色 它的日KD一定是會長線的 或是比較三個月半年 這個這樣期間 都維持在KD的零軸上方 這是第一個從技術指標去觀察 第二個部分 大家可以發現就是我們剛才聊到 當放空的人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找到軋空延伸的股票 因為現在創意已經領先大盤破底翻了嘛 它領先大盤過季線了嘛 領先大盤佔回到年限扣底值嘛對不對 畫面上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源自於說融券的張數是 領先大盤飆高的嘛 所以你可以發現哦 在整個已經領先大盤過季線 過年限來講你想的是什麼 它的股價能不能挑戰前波高點啊 如果這個領頭羊破裡翻的領頭羊 可以挑戰前波高點的話 它說代表了什麼 電子類股是不是有一個機會可以續強 看到曙光了 但是哦這個只是曙光哦 我們還是要繼續去觀察就是說 這個日KD維持在零軸上方 然後融券的張數持續飆高 那就是讓可以讓人說 把這個眼前軋空延伸的格局走下去哦 所以我們可以從創意的身上去歸納到一個重點 日KD維持在零軸上方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那是一個非常基本的特色 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融券張數往上去做飆高 那大家可以發現啊 不可能就無限制天天一直融券一直 每天有人空每天有人空 不可能嘛對不對 那現在來講給大家一個小小的觀察指標 你看到創意維持在日KD零軸上方 你看到創意現在來講的話 哇已經超過一個禮拜天天有人放空 那什麼時候軋空延伸可能會破壞掉 我們就只要看哦 如果哪一天創意連續5天融券張數往下掉 然後整個日KD沒有辦法維持在零軸上方 那就代表什麼 那個破底翻的領頭羊 開始慢慢的那個軋空力道消減了 消減來講的話就代表什麼 這個類股族群慢慢的會轉去震盪整理了 那你就要留意說 如果到時候大盤來講 是不是主流盤面主流那個主角會換人 換人了 對這個來講的話 創意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指標 提供給大家 也告訴大家說 你現在手中的持股 或者是你在找尋要操作的股票 是不是跟創意一樣 也維持日KD在零軸上方 然後融券張數是什麼 連續一個禮拜馬上飆高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重點哦 是好那我們看一下 下一檔是不是也是這樣的走勢哦 也就是M31 好大家可以發現 M31這一檔股價 它的格局 這個落後在創意 它跟大盤一樣 還沒有突破在季線扣底值 因為大盤一樣也是怎麼樣 還整個跌破在 整個年限扣底值下方 還沒有辦法收復 那現在最近來講 直接的再往上漲就是季線蓋頭反壓了嘛 那你會發現說說 哦老師它的日KD在零軸上方了 好那可以發現就是說反彈它是有力道的 現在來講的話破底翻上來的股票 只要是強勢股 領頭養的那個角色來講 它的日KD一定會翻到零軸上方 那你從它的籌碼方面 你也可以看得到 M31來講跟創意的差別是什麼 哎呦融券沒有辦法飆高對不對 好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M31這一檔股票 新智財裡面的個股 它會變成接下來會慢慢的 是出現強弱紛勻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大家會慢慢的 遇到季線的蓋頭反壓 或是年限的蓋頭反壓了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說 慢慢的大家你可以看到日KD 能不能維持在零軸上方 誰能夠維持在零軸上方 它就是一個蓄強的一個跡象 那維持在零軸上方 最大的養分是什麼 融券要飆高 所以眼前這裡來講的話 以M31的角度來看 就變成說 它要突破季線扣體值 或是要延伸到年限扣體值來講的話 它的融券張數要飆高 只要融券張數沒有辦法增加 融券的張數沒有辦法一個禮拜 持續的往上走 那代表就是說接下來它的股價 接下來會在季線反壓的過程 慢慢的轉去震盪整理 一樣是震盪整理 好 那這個融券余額呢 非常的重要 要留給大家來做關注 來看一下下一檔是智原 好的 智原大家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它在整個行情大盤 又漲又跌的過程當中 它就是一個看起來就是堅持在那一邊 你大盤漲 我小漲 你大盤大跌我抗跌了這樣子 大家可以發現就是說 這樣屬性的股票也許你手中也有 大家可以發現就是說 也許它是一個抗跌 強勢整理格局的股票 它的日KD就是維持在零軸附近 來做震盪整理 那現在它只差的是什麼 融券 對沒有錯 現在來講的話 日KD維持在零軸附近的 也許它上方只差一個突破 季線蓋頭反壓突破半年線 突破年線蓋頭反壓 它欠缺的養分是什麼 融券可不可以飆高 我們現在觀察一個指標 像這樣的個股來講 維持在日KD零軸附近整理的 融券三天飆高特別留意 鎖定它是不是有機會 轉升變成軋空延伸的個股 是的那就鎖定好三天 老師我這樣有點看到 我覺得是一天兩天 是明天又是關鍵 是的沒有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檔是金星科 好的我們可以看到 它金星科技跟M31差不多對不對 在季線下方 然後現在再往上漲 也遇到季線蓋頭反壓了 大家也可以發現 它跟M31一樣 都拉到零軸上方 日KD的零軸上方 現在來講只差一步 融券張數能不能飆高 所以眼前來講 其實大家你可能睡覺的時候 晚上要睡覺之前 你可能會很擔心 美國股市今天會不會又暴跌了 美國股市談起來莫名其妙 我會不會後天睡覺一醒來 又暴跌了這樣子 其實現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反而你要把你的心情放輕鬆 也許你現在從另外的角度來看 美國股市暴跌這些股票 它的養分可不可以被提供 因為你看到美國股市暴跌嘛 那很多人都是說很容易說 這個股票遇到季線蓋頭反壓了 這個股票來講的話 也太強了 也漲了一段了嘛 漲一個禮拜了嘛 或是抗跌 那就很手癢想要空它空空看 所以現在來講 反而大家如果你手中的持股 它是維持在日KD零軸上方 但是只差一步 融券不能飆高來講 也許美國股市的暴跌 或者是台北股市大盤的震盪 你反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融券可以維持三天的往上走 那是一個機會 是維持三天的往上走是一個機會 所以不要怕大盤跌 不要怕美國股市暴跌 反而你要去盯住你的個股 能不能吸引到融券張數的飆高 好這真的是另外一個思維 我不用太擔心了 尤老師這樣子講 哈哈來看一下下一檔是力旺 好的力旺來講 我相信其實都大家可以看得到了 一個特色 細智財這個領先大盤破底翻的股票 他可以發現就是說 除了創意之外 其他的只要融券張數沒有飆高的 他們都會共通的特色 只要融券張數沒有飆高來講 他一定都是會壓在蓋頭反壓下面 所謂的季線蓋頭反壓 也許是年線的蓋頭反壓 這也許跟很多人手中持股 電子類股 所出現的跡象是一樣的 所以跡象來講的話 你只要去檢視一下手中持股 日KD維持在零軸上方 然後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盯住融券張數放空的人 是不是連續三天增加了 如果放空的人可以連續三天增加 然後讓你這一檔股票 一直不斷的維持在日KD的零軸上方 這個就是這一檔股票破底翻上來 慢慢再醞釀 是不是能夠轉身 變為軋空延伸格局的階段 好那你看一下下一檔是艾普 好的艾普來講 然後我相信大家都一樣 都可以看得到 矽智財的個股 裡面除了創意之外 只要融券張數沒有飆高了 他現在日KD都能夠維持在零軸上方 只差一步 放空的人給我養分 給我一個空單的養分 你看到美國股市暴跌拜託來空我 後來來空他來講的話 反而是可以就是說 助長他可以慢慢的 將股價推升到那個季線的蓋頭反壓之上 甚至就慢慢去挑戰年限扣底值 好的來看一下下一檔是金利科 好的金利科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發現就是說 在整個破底翻上來 他是很明顯的 比剛剛那些個股都還要提早的 來到季線的蓋頭反壓 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說 大盤漲或跌 這個過程來講的話 就是壓著季線 下彎的季線都壓著下彎的季線來講 沒有辦法 始終沒有辦法去突破 但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比較有趣的金星科來講 在進入五月份 行情越漲在股價越漲來講的話 放空的人慢慢提高了 當然有發現就是我剛才聊到就是說 美國股市大跌大盤動盪 你先不要怕 如果像金利科這樣子的 壓在季線的蓋頭反壓 他始終就是不拉回 然後融券漲數放空了越來越多來講的話 其實是慢慢是醞釀就說 只要現在已經連續增加兩天了嘛 再三天 再三天 融券再三天增加 我們可以看一下 維持在日KD零售上方的 那個金利科來講 是不是能夠有一波往上去 挑戰季線上方 延伸股價的一個機會 好的 來看一下下一檔是世新KY 好的 那世新KY來講的話 相對於其他的個股 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差別 他是先攻到年限扣底值上方 現在來講要往上延伸 就是到季線蓋頭反壓了 大家可以發現就是說 現在來講 你從矽智財的個股身上 只要破底翻上來的股票 他日KD都是可以從下方 往上翻到來上方 那現在來講的話 只要股價維持在日KD的上方來講 代表什麼 他現在等待軋空養分的輸入而已 所以很多時候來講的話 你懂得去觀察這個跡象 美國股市的大跌 或是大盤的動盪 或是沙尾盤來講 也許是讓這些股票 可以得到軋空養分的機會 那從世新KY的身上來講 他可以看到五月份融券張數 慢慢的去推升 只是說速度沒有像創意那麼快 那現在來講已經是一天的大增 我們這樣來看 這樣的股票 因為他是高價股 只差一咪咪的距離 好像就要回到千元 好能不能回到千金 三天融券張數能不能飆高 會變成是一個關鍵 那當然這一檔事情 給我來特別聊一下 如果整個接下來放空的籌碼 可以提供他軋空的養分 更讓他直接突破到 進線構體值上回到千元的大關 那其他千元的股票 是不是能夠連帶的 受到一個帶動跟激勵 也是其實我們接下來 對於電子類股的 一個觀察重點喔 是的老師今天整理了這麼多 也要看的就是KD 還有融券的張數了 老師沒想到 晶元代工的漲價 竟然可以讓IPC日常 是有利多的耶 是啊我們最後面跟大家來聊到 其實高度連動的一個細字財 是整個在台積電 對於晶元代工 要漲價的一個最大的受惠族群 那這邊很多人會問就是說 那晶元代工的部分 是不是就漲價完 所有的IC設計都有機會 就是像一波的那個拉台走勢 其實我們家特別聊喔 其實在整個IC設計族群裡面 除了細字財之外 其他的只要是台積電的客戶 如果比如說是做電源管理IC的 PMIC或是驅動IC MOSFI或是MCU 這一些消費性電子的IC設計來講的話 其實你要比較小心的是 後續反而台積電的漲價 是他帶來是毛利率將會被侵蝕掉 那這一段的行情來講 比較對於電子類股 之所會破擬一番喔 有一個比較大一點喔 我們說啦 幸好 幸好嗎 有前面來講的話 股價出現向下的破滴跟修正 那那一段的股價反而是先反映了 就是說晶元代工台積電這一邊 要調漲它的價格 反而就是股價那邊先反映了 所以讓這一段的股價跌升之後 大家可以發現是由上桂的電子類股 領先大盤先翻漲了 大家可以發現很多的小型IC設計人 它其實都是上桂的電子股 你如果特別去留意來講的話 其實是至少領先大盤15天 好 那接下來我們跟大家聊了一個重點 我剛有聊到消費性的IC 它的毛利率會因為晶元代工的漲價 然後受到侵蝕 那這邊我們提醒說如果以長線的角度 如果它的產品是應用在5G WIFI 6 或者是車用的IC來講的話 它因為就是它的所製造的產品 是直接到消費的最終端 所以它成本轉嫁的能力是比較高的 所以大家接下來來講 對於IC設計的類股的觀察 你也許可以從5G跟WIFI 6這一邊 車用IC的部分下去做著手 只要產品運用不是在這三個領域的 也許大家就留意一下 是不是就是說這一段的漲幅過後 反彈的行情過後來講的話 是不是股價就會變得比較強弱的分明 弱的部分就是說它的產品應用 沒有在5G WIFI 6或是車用的部分 是 老師今天都幫我們整理非常的詳細 而且連未來的趨勢 像5G WIFI 6這些都已經把它含掛在裡面了 尤其非常重要一點是呢 大家現在聽完這一集 是不是覺得可以好好睡覺了 我們可以好好關注一下 KD是不是在零軸之上 以及融券的張數是不是有增加 而且要超過三天嘛 對不對 是 沒有錯 今天也非常謝謝老師 謝謝 好的 謝謝大家